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舞八雅 一道尖锐的绿芒仿佛锥子一般成形 直朝阳开胸膛处戳去 阳开站在原地冷冷地望着它 体表处诸然浮现出一层碧绿的幽光 化作一层强而有力的防护 绿芒戳在那防护之上 同时崩散开来 怎么会 仁皇吃惊 杨开能够施展出圣术 调动圣术的力量 他自然知道 毕竟他也是个巫 是巫就能施展出圣术 但是没有得到过某种仪式的洗礼 圣术为何会自动庇护着它 皇子皇女们之所以能够得到庇护 在危机时刻转危为安 那可是经过一道极为复杂的洗礼仪式的 此刻的圣术给人感觉很奇怪 一方面并不拒绝仁皇的驱使 一方面又在阻碍他的杀敌 好像一个不听话的小孩子率性而为 怎么开心怎么来 哼 你果然想杀我 杨开冷笑一声 对此显然是早有预料 仁皇不说话 表情凝重三分 口中骤眼一片 抬手间一道雷霆之怒 就朝杨开轰了过去 那雷霆威势害人 如一只蛟龙摇头白尾 眨眼间就轰到了杨开面前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将杨开彻底笼罩 仁皇脸色再变 光芒脸去之时 只见杨开毫发无伤地站在原地 甚至连衣衫都没有褶皱的痕迹 为什么 仁皇怒吼 只不过却不是冲着杨开 而是转向圣树 仿佛一个威严的父亲 在责骂贪玩的孩子 怒发冲冠 圣树两次坏的好事 让他有些难以忍受 杨开冷漠道 想知道为什么吗 你到底使用了什么手段 哼 我有没有使用手段 难道你不清楚 何必自欺欺人 我乃仁皇 你何敢忤逆于我 也不知道 这话是对杨开说的 还是对圣树说的 他大喝一声 口中再度响起咒炎 当他咒炎响起的时候 圣树忽然瑟瑟抖动 似乎是有了一些奇怪的变化 然后大鼓大鼓的绿色能量 从圣树内流淌出来 涌进仁皇的体内 让他的气势节节攀升 不算高大的身子 也忽然变得伟暗起来 杀机取暖 你放肆 杨开健壮大怒 同样开始涌唱咒炎 只不过 那咒炎之音听起来 比仁皇的更加古老 惠色更加的玄妙难懂 他虽然不知道 仁皇施展的是什么巫术 但他却能从圣树的感应 感受到一些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仁皇此举有损圣树根基 不计杀机取暖 看样子 他为了对付阳开 已经浑然顾不得其他了 圣树根基动摇 仁皇城恐怕都要遭殃 刘堂向仁皇的绿色能力 仿佛受到了某种阻力 速度开始变得缓慢 仁皇健壮怒火更甚 咒炎声愈发响亮 想要与杨开抢夺圣树之力 杨开目光冷冰冰地望着他 语调语气 也丝毫不骗 谨守本心 两人就这么面对面站着 并无刀光剑影 也没有腥风血雨 而是一种极为特别的方式 展开了斗法 赢者将拿走一切 输者则会被践踏脚下 而这一切的关键 都在于跟圣树之间的共鸣 与圣树共鸣越深 能够驱使的力量也就越强 杨开与仁皇都清楚这一点 所以并没有朝对方出手 只是专注地做好自己的事 圣树并无清醒的思维 他只是一团残存的意志 谨守着必有巫的意愿 无论是哪个巫向他渴求力量 他都会予以配合 仁皇身上的绿光时亮时弱 亮的时候代表他在斗法之中 占据了些许优势 弱的时候则相反 他忽然发现杨开是个极为难缠的对手 远没有他此前想象的容易对付 这家伙与圣树的共鸣 居然丝毫不逊于自己这个 一直在圣树身边从小活到老的人皇 若非如此 他早就将对方解决掉了 而不是现在双方打个平手 圣树似乎对这个外来户 有极为特别的亲切之意 处处偏袒于他 与自己针锋相对 他忽然发现 让杨开进到这里 近距离的观摩圣树是个错误 若是刚才在仁皇殿中就痛下杀手的话 说不定没有这么麻烦 我才是仁皇 我才是仁族之王 仁皇心中发出怒吼 希望这个想法能够传递给圣树 却不想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他明显感觉 圣树居然有一些排斥自己的意思 好像一个被父亲教训的烦恼的孩子 生出了叛逆之心 这个现象让他脸色狂疲 杨开虽然难缠 但多少也有解决的办法 可若是他失去了圣树的支持 那他就不过是一个帝尊两层镜的老头子 这仁皇城中强过他的人不计其数 仁皇不敢再胡思乱想了 只能从杨开本身入手 他在吟上骤炎的同时忽然传音道 你有时间在这里约本皇争锋 不如周空关心一下你的女人 如果本皇没有猜错的话 他现在应该已经快要死了吧 龙族又怎么样 万灵之掌又怎样 仁皇城内强者层出不穷 龙族在这里也要吃饼 杨开不为所动 淡淡说道 我的女人不需要我关心 你还是操心一下你自己吧 大人年纪也不小了吧 看样子也活不了多少年了 想过什么时候传位下去吗 我看有几个皇子还是蛮不错的 尤其是那三皇子 修为不俗 心性坚韧 很适合继承你仁皇的位置 就是给人的感觉阴险了一些 不过人无完人嘛 二公主也不错 不知道仁皇城 有没有女性为皇的心力呀 若是有的话 可以传位二公主 我看公主殿下野心很大了 别走 仁皇怒吓 杨开轻笑道 哼 两个都不行啊 看样子大人是有意传位大皇子了 大皇子沉迷酒色 实在不是什么上好的人选 仁皇城真要是落入他手上 怕是没有什么好结果 到时候兄弟反目 获起萧墙 大人想必死了也不得安宁 不对不对啊 大皇子明明是一块 扶不上墙的难尼 却偏偏有八业之高的身份 这么看来 大人是真的挺偏宠大皇子的呀 难不成大皇子的生物是你钟爱之人 所以才会这般爱乌几乌 仁皇的神色有了些变化 虽然轻微 却哪里能瞒得过杨开 杨开继续煽风点火道 看样子是被我说中了呀 而且看大人这样子 你钟爱之人只怕已经早死了吧 瞧不出大人居然还是个痴情种子 想必年轻的时候 也与那位美人有过很好的时光 只是人死不能复生 大人还请节哀顺变 回忆也是一种美好吗 偶尔午夜梦回 泪尸满尽也是不错的体验 仁皇脸皮抽搐 仿佛被戳到了什么痛处 再也无法忍受 疯狂地抽动圣术之力 杨开冷哼道 哼 你输了 话落之时 仁皇闷哼一声倒退几步 身上仅有的淡淡绿芒 也忽然阴消云散 他与圣术之间的共鸣 居然被一下子切断了 他有心在连接圣术 却如石沉大海 圣术居然不给半点反应 他知道自己刚才的心境 起伏太大 急于求成 反倒在这一次争锋之中 一败涂地 就算没有圣术的必要又如何 本皇的修为可是勾过你的 仁皇不愿意服输 藏老的身子陡然挺直 帝尊两层镜的修为 全面爆发出来 抬手就朝杨开拍了过去 一时间风云击的 微能莫测 杨开吃笑一声 一拳朝前轰去 那拳头之上地缘涌动 黄豹的力量熏险而出 拳掌相交之时 仁皇如遭重创 张口喷出鲜血 纸鸳一般地飞了出去 重重地跌在地上 好半想没有动静 脚步声传来 杨开慢慢地走到他面前 低头俯瞰着他 仁皇咽下喉咙里的热血 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低河无道 我乃仁皇 我是仁族之王 你也能如此对我 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 杨开淡淡问道 仁皇呆了一下 很小知道答案 却又抹不开脸皮 迟疑了半赏 才语气生硬道 为什么 得道者多注 失道者寡注 你们将圣术当成 可以随意抽取力量的源泉 将它当成 凌驾于众生之上的资本 你们错了 圣术本就是这样一种存在 明文不灵 不知错而错还情有可原 明知错而错 就死不足惜了 圣术庇佑的不是你们皇族 也不是巫 而是整个人族 你们却将它当成自己的私有 简直可笑 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 整个仁皇城的结界阵法 皆有圣术提供力量 它庇护着整个仁皇城 不是外界法则变换的干扰 我胡说八道 我看你是老眼昏花 与圣术共鸣之后 杨开很清楚地感受到了 圣术的力量布满了整个仁皇城 正是依靠它 仁皇城才能在这转轮界中 亘古不变永世留存 仁皇额额 仁皇颓然道 不知尊家有什么要求 这种情况下 就在面前这人要夺取仁皇之位 自己也是无力反抗的 自古以来 仁皇城中就是这样 掌控圣术者为仁皇 而现在这个掌控者 是一个坏来户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无心生出牵挂 共谁演绎着掌金隔天马 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